k40给我开一个k40 蓝色12加256 236是吧 236 转了 现在机器我们已经拿到了 我们拿的这台呢 是红米的k4012加256g的配置 开单价是2350啊 但是这个机器官网是2499 大家也都知道红米的机器呢 主打的就是性价比 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差价啊 但是老铁依然相信我们 还是让我们给他安排了 等一下呢 我们再去拿一个ipad和手写笔 现在呢 我们再来给一位老铁呢 安排一款平板和手写笔 这位老铁拿的是2020款的ipad 也就是去年刚发布的那款10.2寸的 但是这款机器呢 目前是缺货状态啊 官网都是没货的 我们线下拿货呢 也都是要加钱的 对比之前的价格呢 要贵了两三百 现在这款拿货还要三千三百多 在拿货之前呢 我就给这位老铁呢 说这款机器呢 目前缺货性价比呢 不是很高 但是这位老铁依然执着要入手 我们还是给他安排了 然后又给他配了一个手写笔 今天市场已经到货了啊 这个三星最新款的三代的折叠屏 接下来呢 我就带领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第三代的折叠屏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我手里边的这款付的三代呢 就是今天刚到的货 港版的啊 我们港版的配置呢 和国航是一样的 12加512G支持双卡双带 全网通5G网络 当然了海外版本的 比如说韩版 美版也会陆续到来 而韩版的配置呢 还是老样子 12加256G的 但是呢 他依然是单卡设计 这一点呢 就和国航和港版配置上面就有很大的区别了 之前呢 那无论是国航港版还是韩版他们都是单卡设计的 但是富的三代呢 在港版和国航上面支持双卡双带5G网络 目前国航官网的售价呢 是1.49w 韩版的市场价格呢 目前还是不知道 而和港版的这个价格目前拿货是1.39啊 可以说是对比 国航版本便宜了1000多块钱 颜色呢 都是期权的 黑色银色还有一个绿色 拿在我手里边呢 这款呢 就是一个绿色的 听档口的老板说 感觉这个三代的虽然说处理器性能和防水上面做了一些盛级之外呢 但是它的一个外观 没有那个二代的看上去霸气一点 而且三代呢 全面支持了是简装版的配置 就是说它里边只有一条数据线 还有一些说明书 不像二代 它有带充电器 还有耳机 也就是说呢 它从三代之后呢 是一个简装版的 和苹果12系列是一样的 不含充电器了 今天上手的这个富的三代呢 对比富的二代感官上面 确实没有二代设计的那么有经验 但是让它也带来了全新的升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有喜欢我视频的 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